大家好,科技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截止到上节课,我们已经完成了基于传统财务报表的财务分析 我们涉及到了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就是杜邦分析体系 但是杜邦分析体系,我们也谈到了它的缺点 虽然说有四个局限性,但是整体上来说啊 主要就是杜邦分析体系,它没有区分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 这两样活动啊,其实有本事上的不同 那接下来我们讲管理用财务报表 主要工作就是区分经营和金融 最开始接触管理用财务报表的同学啊 可能觉得这部内容非常的复杂 那首先呢,你要从战略上藐视它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工作 我就做这件事啊,就是区分经营金融 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我都要区分经营金融 那利润表损印也要区分,现金流也要区分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 好,那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 经营活动,金融活动都包括什么 首先在谈经营活动的时候 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企业指的是 工商业企业第一章教材就讲这个假设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金融企业来说 可能它的经营活动就是你这工商业企业的金融活动 好,首先明确这个问题之后 那经营活动包括什么呢 你工商业企业无非就是提供产品或者是提供服务嘛 所以销售产品提供劳务这些营业活动 这是属于金融活动 另外呢,和你这些活动相关的生产性资产的投资活动 我投资这些资产就是为了生产经营 这种投资活动也叫做经营性质的活动 那金融活动就是我筹集资金 另外呢,我利用多余的资本 我利用手头多余的资金 可能投资于有价证券为了获得资本利得 好,那这两类活动 我想把它区分开啊 从定义的角外说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接下来就要利用这个整体思路 应用到资产负债表 然后把资产区分为经营金融 负债区分为经营金融 利润表损益区分开 另外呢,现金流也区分成 金活动现金流量和金融活动现金流量 注意啊,这儿我们写的是现金流 并没有写现金流量表 那如果说我们用现金流量表 去区分经营和金融呢 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什么 因为现金流量表它的整个结构 就不利于我们下一步划分为经营和金融 你像现金流量表 最关键的前三部分 包括经营 投资 筹资 但问题在于你现金流量表 这第一项经营和我们说的经营它不是一回事啊 我们说的经营还包括你看 与之相关的投资活动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现金流量表 第一部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你全部划分为经营活动 你下班投资当中可能还有经营活动呢 而且呢 你还得做更细致的划分 比如说投资活动 好 我收到现金流收到了股利 因为我投资收到了股利 但是这个股利到底是属于经营性质的还是金融性质呢 不好说 你还得往下去细分 我投资 好 那现在到底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股权投资就是为了持股 那这是属于经营的 如果说我投资 这股票就是为了获得资本利得 获得相应的股利 那就是金融的 所以啊 我们看现金流量表 其实进行经营活动和金融活动调整 确实比较麻烦 反而更复杂了 所以我们换一个思路啊 就从这个利润表 它是核心 从它 它是权责方向之下的吗 那我经过一系列调整 我调整成收复实现质下的 我们利用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 接下来呢 去进行现金流 金融和金融的划分 这个我们未来会讲 好 这就是我们管理用财宝体系要做的工作 听起来也没有那么复杂吗 好 接下来我们做第一项工作啊 资产负债表 我们要调整成管理用 你资产负债表调整的话 无非就是区分 经营金融资产区分吧 经营资产 金融资产 大部分资产应该都是用于经营性质的 有一些呢 可能是金融性质的 比如说啊 交信金融资产 好 那针对于负债呢 我们也拆分啊 也是区分经营和金融 这都很好理解 那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 我们就不划分了 为什么 所有者权益 你真的是要划分金融和金融 它本上来说应该是金融性质的 这些都是股东的投入吗 你从股东那筹集资金 这是一个筹资的活动 那现在我们继续做第二件事啊 刚才做的是第一件事啊 资产 负债 全部我们都要划分经营和金融 第二件事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划分为短期和长期嘛 我们之前传统的财务报表 也是要做划分的 你资产是不是也要划分 上边是流动资产 下边是非流动资产 你是不是也按照时间划分呢 那负债也是一样 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嘛 那现在你看 经营性质的和金融性质的资产 这两者这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啊 区分开之后 接下来第二步要做的工作 无非就是我们划分短期长期 短期呢 这是流动资产嘛 只不过前面加了经营性 然后呢 长期资产前面加了经营性 你现在金融资产也是 我们分为短期长期 这第二项工作也很好理解 对应负债这一部分也是同样道理 首先第一步工作 你划分为经营的金融的 接下来第二项工作 就是划分为流动的 短期的和长期的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项调整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经营性质的放一起 金融性质的放一起 你看刚才啊 我们那两件事做完之后 你整个这个资产负债表左边 应该是经营资产 金融资产 右边负债呢 经营负债 金融负债 那现在呢 我要把经营的全放一起 金融的全放一起 因为咱们之前也说了 经营性质的和金融性质的 它本身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吗 你要把它区分开 就是要把经营性质的放一起 看待 然后金融性质的放一起 看待 好 那现在呢 我就把 看经营负债 你看前面这两字 你先别看 它是负债还是资产 你就看 它是经营性质的 好 我全部放左边 然后呢 这是金融性质的 我全部放右边 这等于完成了 第三项工作 那这样调整完之后 左边剩的是什么 左边剩的全都是经营性质的 有经营性质的资产 有经营性质的负债 同时我们还要划分 短期 长期 这个等会咱们再说啊 那右边呢 右边都是金融性质的 有金融性质的负债 有金融性质的资产 好 那接下来 左边 我们最终要得到一个什么 左边呢 你想想 我们把经营性质的都拿过来 有资产 有资产 有负债 我们用资产减负债 这是一个净 经营性质的资产 那为什么 你看左边啊 这是经营性质的资产减经营性质的负债 得到一个净经营资产 右边呢 是用金融性质的负债减 金融性质的资产 就得到一个净负债 为什么左边是资产减负债 右边是负债减资产呢 因为左边 传统的淘宝宝不就是一个资产吗 我们谈左边这资产用于生产经营 那左边本身 我追求的就是要一个最终资产的结果 是净经营性的资产 右边体现的就是资金来源 主要是金融性质的负债 本身左上啊 传统财宝表就是一个负债 所以它是用金融性质的负债减金融性质的资产 好 这样我们就知道啊 最终结果 左边得到一个净经营资产 右上得到一个净负债 右上这个净负债好处啊 就是用金融负债减据金融资产 左边的话 我们又引入了两个新的概念 一个经营营运资产 还有一个呢 是经营性长期资产 这些概念听起来啊 可能初学同学觉得很头疼 怎么这么长这么绕啊 你这样去看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啊 来看刚才咱们还做了一件事 不是长期短期划分吗 那现在短期的 我都放一起 经营性质的流动资产 经营性质的流动负债 那他俩一抵 就相当于 我先把经营性仨字盖着 就相当于是流动资产减 流动负债 这样得到什么 这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我们讲短期长期能力 一上来就讲运营资本 所以这俩一件是运营资本 只不过你把前面这仨 补上去这仨字 是经营性质的运营资本 简称经营运营资本 好 那下边呢 长期资产减长期负债 没有一个专业的概念 对吧 不像刚才 有一个运营资本 没有一个这样专业的概念 那我们就称之为是 净长期资产 只不过要加上经营性质的 所以叫净经营性质的 长期资产 净资产 还记的是什么吗 我们之前在讲 权益经利率的时候 解释过净资产 这不就是用资产 减负债吗 那现在我就是用 长期资产减长期负债 叫什么呀 不是叫净长期资产吗 只不过它是经营性质的 加上 那这些概念 我们未来看它的时候啊 你可以这样看 我想理解一下实质 这东西要看着确实很头疼 你别着急 你拆分看 它可能表达 首先有没有差额 这个概念 你但凡看到净 净净 这营运资本本身也就是差额 好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差额 就是一个 或者资产减负债 或者是负债减资产 你看净负债就是负债减资产 你一看到净 首先这是一个差额 然后你看它是经营性质的 还是金融性质的 然后再来看期限这个问题 你看这些都代表经营性质的 然后再看期限 这是长期的 这是营运资本 这不就是短期的吗 这是让我们完成了 整个从传统的资产负债表调整为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整个思路 我们就解决了 接下来要讲的是具体项目 就每一项资产 每一项负债 它到底是属于经营的 还是属于金融的 咱们暂时啊 先做一个简单梳理 我们第一项工作呢 就是区分经营和金融 这是资产 负债 我们都区分经营金融 然后呢 还有长期短期啊 再一项工作呢 就是把所有经营性质的全放左 左边呢 现在就是经营性质的资产 等于左边现在重点是经营啊 你传统财务表 左边重点是资产吧 现在左边重点是经营 所以左边有经营性质资产 有经营性质的负债 右边呢 右上重点是金融 有金融负债 有金融资产 好 左边做一个整合 经营性质资产减经营性质债 最终就叫净经营资产 右边呢 是用金融负债减金融资产 得到的就是一个净负债 就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 没有那么复杂 接下来我们看具体项目到底如何划分 其实这块内容你听明白就行了 我们教材也说了啊 对于这种具体项目 我们区分经营金融呢 它其实要结合企业具体的情况去看 而不是说一概而论 而不是说我看到某一个项目 它就一定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呢 就根据教材这个思路啊 先做一个解释 未来你还要看题目的表述 去体会到底是经营和金融 当然这部分内容并不是你考试当中的拦路 现在这部分内容 考试的时候也会弱化 就很容易去区分 好 我们先来看流动资产这一部分啊 这是整个资产负债表 传统的啊 现在左上这是流动资产 那现在我们解决流动资产具体项目 到底是属于经营还是金融 首先看第一项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呢 要根据题目的情况 或者题目的表述 关于货币资金到底是属于经营金融呢 有三种主要的观点啊 第一种就认为啊 我基因过程当中 我不需要货币资金 那如果是基于这个假设 货币资金就应该全部放金融嘛 对吧 我经营过程当中 我就不需要额外的货币资金 我就不需要货币资金 第二种货币资金就是必须的 那如果基于这种假设 货币资金全部都是属于经营 那我们题目当中啊 经常采用第三种观点 就这货币资金呢 一部分是属于经营的 一部分是属于金融的 其实这个假设啊 和现实可能更相符一些 因为你生产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就是需要你现款 现货 手头确实需要一些金 对吧 这部分呢 是经营的 但是我可能又预留了一部分 我为了防止什么突发事件 我本来这一部分呢 可能需要十万 但是我手头留了二十万 那剩下这十万呢 这就是属于多余资金嘛 多余资金就是属于这个金融活动 你回去看金融活动 定义是什么 多余资本的利用嘛 所以啊 题目当中一般采用这个观点 采用这个观点 关键是你要确定到底 这一部分是多少 它可能和其他的项目建立起来联系 比如和营业收入建立起来联系 营业收入的1%2% 这是我必须的 那这部分就是属于经营的 好 这第一项解决了 第二项呢 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没有什么争议 我一看它的名称 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这是属于啊 金融资产金融性质的 蔚蓝呢 他就去了右边 他就不在这左边待了 咱们现在分析的是左上嘛 未来他就去右边了啊 去右上了 营收票据 营收账款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因为什么 营收是什么形成的 就是因为我销售形成的吗 就是因为和我主体的这种经营活动相关形成的 所以这个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预付款项 预付款项 这也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为什么会发生预付我提前付款 可能呢 这个原材料确实就是很紧俏 我不提前付款我就拿不到 或者我提前付款购买设备 这都是和我经营相关的 接下来看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包含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分开去分析 其他应收款主要包括 第一 有应收股利 这个应收股利就比较麻烦 刚才咱们其实也谈到了 整个这个先进流量秒当中 投资活动可能就涉及到 我收到股利收到股利 你看到底你目的是什么 你这个应收股利肯定涉及股权投资 你股权投资的目的 有可能是经营目的 那经营目的对应的就是经营资产 比如说我对于这家公司投资 就是为了持股 下边方便我们经营上的联系 那这种就是属于经营性质的目的 经营性质的资产 那如果说是金融性质的 我投资就是为了获得投资上的收益 我投资这家公司的股票 就是为了下一步 我把它这个低买高卖赚一个资本利得 或者我就是为了获得定期的股息 那这种就是属于金融目的 那它对应的这个应收股利 就是属于金融资产 我们教材呢 假设这一块是零啊 但是我们题目当中 这个应收股利是要判断的 应收利息就不用判断了 应收利息肯定是金融性质的 因为你把钱借给别人 形成应收利息 你不可能对于他经营上实现任何影响 因为你现在是债权人呢 对吧 你是债权人 你不可能对于他控股 你不可能对于他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这个是属于金融资产 那除了这两个其他应收款当中 还有除了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之外的其他应收款 这个等会我们再说啊 那这些就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这个是属于经营性质的流用资产 好 接下来看存货 存货没有什么意义 存货虽然包含项目很多 原材料半成品 产成品 低质一号品等等 这都是和经营相关的 还有一年内到期的非流用资产 这个等会咱们简单解释一下 包括什么 这也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好 那这样呢 我们就将咱们标注颜色的 其中有金融性质的全部调整走 调整到右上 因为它是金融性质的 那刚才咱们谈到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款除了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之外 还有什么 为什么剩下这些 我们都放在了经营相关的活动当中呢 包括比如说应收的各种赔款 罚款 别人为什么赔给你 你为什么要罚别人 就是因为跟企业经营相关嘛 或者是应收的出租物包装的租金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 垫付的款项 还有存出的保证金 还有其他什么备用金 这些都是经营产生的嘛 所以这些啊 还有预付账款转入等等 这些咱们就不详细展开去说了 这些都是和经营相关的 所以呢 扣除其他应收款 除了这两项 这一部分都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刚才我们还涉及到 还有一个项目啊 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它包括什么 主要包括这三项啊 第一项呢 是一年内到期的持有制到期投资 注意啊 这是持有制到期 这个投资有期限 那是什么 主要指的就是债嘛 所以这第一项啊 严格来说是属于金融的 那后边呢 有代摊费用啊 这是经营性质的 然后呢 一年内可收回的长期应收款 这也是经营性质的 那现在教材也说了啊 教材立体这样去划分呢 它并不是绝对的 你还要结合企业的情况去分析 那它就把整个这一项就归为了经营 如果说你自己结合你企业自己情况 这一项当中主要就是什么 主要就是前面这第一个 那你可能就要把这一项画到哪呢 画到金融方面 好 分析完流动资产各个项目之后 咱们再来看传统的资产负债表 右上这负债 我们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啊 我们看流动负债当中 每一项到底如何划分 好 先来看第一项短期借款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为了筹资嘛 金融 交易性金融资产肯定也是属于金融 接下来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为什么发生应付啊 肯定是因为经营的事项吗 你从供应商那采购 你现在签算的钱啊 发生应付 你采购原材料和经营相关 预收款项 这也是经营相关 你为什么预收啊 我的产品非常紧俏 你想买的话 你提前要把款给我 这也是和经营相关的 应付职工薪酬 这肯定也是和经营相关的嘛 因为你经营要招人产生这个啊 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也是经营活动 要交相应的税费 下一个其他应付款 这个包含的项目啊 比较多 你看第一个是应付利息 应付利息不用做纠结 肯定是金融的 你但凡看到利息俩字 不管是应收还是应付 都和金融没有关系 你即便像刚才啊 我是应付利息 你也是债权人 你也不可能影响他的经营 好 那接下来看应付股利 如果是应付股利 他必定是金融的 因为你为了筹集股权资金 应付股利 但是刚才我们讲的应收股利 你要看投资的目的 你投资的目的可能是金融的 也可能是经营的 所以啊 你看和股利相关的一个应收 一个应付 那最终我们划分是不一样的 你要结合具体情况嘛 好 那除了这两个 其他应付款 其他的这一部分啊 就其他应付款当中 除了这两项以外的 这些呢 属于经营性质的 为什么属于经营性质的呢 结合刚才的内容 刚才是其他应收款嘛 只不过你站在收款方 那现在我其他应付款 我也可以站在付款方 那这些呢 都是经营性质的 好 那现在啊 标注这个安金色的 咱们分析了这么多啊 这些呢 就是属于经营性质的流动负债 还有两项 一个是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这个啊 具体来说啊 金融性质的占主要的 你看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主要包括前面这一项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这肯定是金融的 那长期应付款 可能是经营性质的 那应付债券也是金融性质的 所以主体呢 是金融性质的 所以啊 教材这一块呢 他就把它划归为金融性质的 还有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呢 属于经营性质的 为什么 比如说其他流动负债当中 货有负债 比如说我卖这产品啊 消费者 现在买了之后质量出了问题 人身安全受到影响 他起诉你 起诉你现在没判 那现在呢 就产生货有负债 你未来肯定要赔付给消费者 好 这样呢 针对于我们资产负债表 右上流动负债 各个项目划分完了 刚才呢 我们是针对于流动资产 这一部分也划分完了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两部分整合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这两部分呢 都是短期的 好 那现在我们看经营性流动资产 包括哪些啊 包括这些 咱们把负债全都挪走了吗 这是我们刚才针对于具体项目 做的这件事 然后再把经营性质的流动负债挪过来 这一页 等于是啊 交信金融资产 还有这些金融性质的 我们都拿走了 剩下来白色的这一部分 现在就是这一块 然后刚才我们这一页呢 把像经营性质的这些 全都挪到左边 这些是经营性质 虽然负债 但是我们现在左右是按照经营和金融化分 这些都是经营性质的 全都挪过来 等于是经营性质的流动负债 这是从右边挪到左边 那这一部分呢 就原来是左边 然后现在还是左边不动 现在这是经营性质的 一个是流动资产 一个是流动负债 最终呢 这俩一底就形成了经营营运资本 好 这样呢 就是用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700 减去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算出还是472万元 好 那这一部分啊 等于短期的资产负债 经营金融化分完了 最终呢 一底也得到了一个结果 那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啊 整体思路分析的时候 右边是什么 右边这是用金融负债减金融资产 左边呢 你这样看啊 左边上半部分 短期的 我一减得到一个结果 是经营性营运资本 这不是经营性营运资本吗 这是短期的 长期的呢 还有一个净经营性质的长期资产 这是长期的 这俩一家得到的是整体净经营资产 咱们现在把这个已经解决了 好 那接下来 对于原来的资产负债表啊 左边下半部分 咱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左边下半部分 对应的是什么 非流动资产了 现在非流动资产各个项目呢 我们要进行划分 那非流动资产 比如说啊 第一项有债权投资 一看到债 债权投资 这是属于金融的 其他债权投资 你别管 什么叫其他债权投资 你是后边有债权投资 好 你也是属于金融的 那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这都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我可能由于分期销售形成长期应收 那这肯定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长期股权投资 它就不是金融性质的 我既然长期进行股权投资 肯定是出于经营上的目的 我们要建立经营上的联系 所以这也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其他权益工具的投资 那就是多余资本的利用 投资性房地产 这些都是属于金融性质的 接下来是固定资产 这些好不能啊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低延所得税资产 这也是经营产生的 总之呢 右下非零用资产 就这四项是属于金融的 未来呢 要把它放在右边 要挪到右边去 那针对于这个 低延所得税资产 或者是负债啊 我们简单做一点解释 可能有些同学啊 他没学会计 或者说会计知识呢 掌握并不特别扎实啊 好 简单理解 就是啊 会计上认定的所得税费用 与按税法口径认定的 这个应交的所得税费用 它金额不一样 那这就会产生一些 暂时应用的差异 我就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包括利润表上也会体现啊 利润表体现在哪呢 我们教台可以看到 平均所得税率 它不等于25% 你如果说啊 会计税法没有任何区别的话 那你最终应该税率是25% 就是所得税率啊 但是实际税负不是这么多 就是因为出现实惠差异 有纳税调整 咱们来看一个例子 购入一个固定资产 原值是50万 会计呢 按一年提折就 等于一年就提了50万啊 然后当年提折就50万 税务局的认定 该资产是由年限两年 没有参值 然后每年按两年提 每年就提25万 假如说这家企业 税前利润是100万 所得税率是25% 那会计上第一年提折就50万 税法第一年提折就25万 那会计计算所得税费用呢 你看咱们这说税前利润 这是会计上的啊 会计计算所得税费用 就是25万嘛 用100乘以一个25% 但是你会计多提了25万的折就 税法不认呢 税法怎么办呢 你得把这个给我调整回来 纳税调整完之后 应纳税所得就应该变成了125万 好 那这样等于你会计上 多寄了25万元的费用 你要把这个费用加回来 所以等于啊 你这税前利润就会上升 咱们这儿所说的 纳税调整后 应纳税所得 这就是啊 我站在税法角度来说 你这个税前利润不是100 要比100多125 那这样呢 用125乘以一个25% 这样得到的是31.25 你实际交税交这么多 实际交税这么多 你会计上认为应该交25 是不是多交了6.25啊 好 这个就记录到了 你多交这么多 以后 税务局说以后 这肯定是可以抵的 也不是说你现在 当期就多交这么多 对以后没有影响啊 以后 你现在多交给税务局的 以后呢 肯定是可以抵后 好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资产了 所以记住 地研所得罪资产 那解释完之后 这属于什么 这肯定属于经营性质的 也正是由于 耐热条件的存在 所以导致啊 我们这个平均所得罪税率 教材的和 给出来25% 这不一样 那未来计算 我们其实应该 平均这个案例当中 企业平均所得税 税率按照这个去计算 这个我们后边再讲啊 讲到 国安利用的利润表再说 好 接下来我们看 非流动负债这一部分 咱们现在已经完成什么工作呢 这是企业资产负债表啊 传统的 那传统的 左上是流动资产 区分基因金融解决了 然后呢 右上 这是流动负债 区分基因金融解决了 那接下来 刚才我们讲的是 非流动资产 这部分 区分基因金融解决了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 你负债也有 非流动负债 好 非流动负债 首先来看啊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这肯定都是为了筹资 所以全部是金融的 接下来 长期应付款 然后呢 预计负债 地盐所得税 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这些呢 全都是经营性质的 所以啊 我们未来把它调整到左边 对于这个股东权益 不做调整 股东权益咱们说了 本质上来说啊 它就是属于金融性质 咱们也不调了 好 那这样呢 调整完之后 我们来看啊 我把这个长期的 基因性质的 这些放在这啊 基因性质的长期资产 这些不动 那基因性的长期负债 就要挪过来 这个是原来在左下 现在呢 还在左下 不动 那这个基因性质 长期负债呢 原来在右上 现在呢 从右边调到了左边 然后我要一抵 现在都调到左边了 看是不是都在左边 都在左边 首先他们都是 经营性质的吗 然后再用资产减负债 得到了一个 净经营性质的 长期资产 等于刚才我们讲 流动资产 我们区分经营金融 有四项调整走了 那现在呢 非流动负债这一部分 有这几项 经营性质的调整过来 然后这俩一抵 用经营性质的长期资产 减去经营性质的 长期负债 得到了这个 1250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看右边 刚才我们做了什么工作呢 刚才这是流动资产 我们做了一个调整 有经营性质的 有金融性质的 这流动负债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整 有经营性质的 有金融性质的 然后刚才这俩一减 这俩一减得到了一个 经营营运资本 这俩考虑了 然后刚才呢 这是非流动资产 非中资产呢 也是有经营和金融 然后这个非流动负债 也是有经营和金融 然后这俩经营 我们一抵 好 得到了刚才的 经营性 长期资产 那来看一下 金融相关的 我是不是现在还没有 算出一个最终结果 经营的全都放在了右上 等于 这俩不动 你短期的金融负债 长期的金融负债 这俩没动 然后我把那短期的金融资产 长期的这个金融资产 全部调到右边了 现在我们金融的项目 右上金融的项目 要全部做一个最终的结果 算出来一个净负债 好 那来看 金融负债有这些 这金融负债就相当于这俩 这是金融负债 对吧 这俩是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原来在右边 还是在右边 现在呢 金融资产 从左边调整到右边 然后这俩一底 这是金融负债合计 这么多 金融资产合计是零 这样算出来净负债 这么多 那截止到这儿 我们已经完成了 资产负债表调整 来看一下 经营资本 这是咱们讲的 前两个问题解决之后 得到的一个结果 对于短期的 我们调整完之后 得到这第一个结果 是经营资本 然后呢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 是长期的 经营性质的 长期资产 长期负债 我们放在一起 这俩合在一起 这叫净经营性资产 然后呢 咱们刚才上一页讲的 这等于是第三件事 我把金融的都放在一起 原来金融负债 有短期的 有长期的 这个都不动 还在右上 没动 这金融负债 其实包括了 有流动性质的 金融负债 有非流动性质的 金融负债 这原来都是在右边没动 还放在这儿 这金融资产呢 是我挪过来的 金融资产是从左边 你本来是资产吧 金融资产啊 挪过来的 也其实包括 短期的和长期的 只不过啊 数值都是零 好 这样挪过来之后 右上 我就做一个整合 用金融负债减去 金融资产就得到了净负债 最终得到一个结果啊 其实还是遵循着 整个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左边呢 我们得到的是金融资产 它就等于 右边净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这个等式并没有变 就是左右相等 我们这个规律并没有打破 好 这样呢 针对于资产负债表的调整 我们就给大家解释完了 咱们简单做一个梳理啊 因为这部分内容 你看起来 第一次接受的时候 确实觉得挺复杂的 你看每一项我都在那调 但未来考试的时候 不可能给你这么多数据 让你进行调整 你考试的时间也不够嘛 所以到考试的时候 反而比这个立体 至少调整这个过程 比立体啊 要简单很多 它就是几项进行调整 就可以了 咱们梳理一下啊 首先资产负债表 传统的资产负债表 我要区分经营和金融 这是传统资产负债表 左边是资产 右边是负债 所有的权益 好 咱们先说第一项工作 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项工作 我们做一个划分 左边这资产 我们就区分为 经营性质的资产 金融性质的资产 简单梳理框架的时候 你可以先不考虑什么长期短期的问题啊 好 那现在左边调整完经营金融 右边的负债也是经营性质的负债 然后金融性质的负债 下边所有的权益这个不动 这第一项工作就完成了 然后第二项工作呢 你但凡涉及金融的调过去啊 金融的从金融资产 我就调到右边 右边呢 经营的负债就调到左边啊 然后第二项工作 调整完之后呢 等于左边剩下的全都是经营性质的啊 有经营性质的资产 有经营性质的负债 那右边呢 就是金融性质的负债啊 金融性质的资产 所有的权益 这个不动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整合 这俩一底 咱先不管长期短期 经营性质资产 减金融性质质债 好 就得到净 经营资产 右边这俩一底 用金融负债减金融资产 就得到净负债 左右相等的原则不变 左边呢 你看是净金融资产 右边呢是净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 左右还是相等的 只不过你要考虑 时间这个问题啊 长期短期的话 其实右边净负债 就不用考虑什么长期短期啊 只不过你要考虑长期短期 这个啊 净金融资产 我就把它拆分开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短期的 短期的也是一个差啊 短期的就是经营 营运资本 经营性质的流行资产 减经营性质的流行资产 这是经营营运资本 下边呢是经营性质的长期资产 减去经营性质的长期资产 得到的是 净经营性 长期资产 这是整个过程 我们做一个梳理 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 你回到最根本的这个管理财务 我写决问题 无非就是 我要区分经营金融 你区分经营金融 左边就全是经营 右上就全是金融 这就完了 好 接着我们看 针对于管理资产负债表 对应的这几道选择题 第一道单选题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下列各项变化 能够增加经营资本 需求的是什么 什么是经营资本呢 就是用 营资本是用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 只不过现在都是经营性质的 用经营性质的流动资产 减去经营性质的流动负债 那现在我们就看 A B C E 这几个选项对于他们量 这有什么影响 A选项 采用自动化流水生产线 减少存货 好 存货是属于经营性质的流动资产 它首先是属于流动资产 又是属于经营性质的 所以这一项减少 只说它减少 其他不变 导致的结果应该是 经营运资本下降 A不选 B 原材料价格上升 单价上升 我需要的量不变 那导致的结果呢 肯定是存货这个项目金额会增加 经营性质的流动资产会增加 另外销售利润率降低 其实也体现了这一点 你现在采购原材料单价上升 最终肯定体现在成本费用当中 你收入不变 成本费用增加 你的销售利润率降低嘛 那经营性负债这个没有影响 所以最终的结果呢 是这个差额经营资本增大了 C 市场需求减少 然后呢销售额减少 市场需求减少 收入减少 那对应 你应收账款 是不是也减少 应收账款是属于 前面这第一项经营性的流动资产 那后边呢 它不变 没有谈它的问题啊 假定其他因素就不变吧 只说这个因素啊 好 那这样C选项不选 D 发行长期债券偿还 短期借款 这都是属于金融性质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经营性质的 所以啊 D就没有影响 这道题啊 应该是选B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甲公司是一家非金融企业 在编制管理用资产负债表时 下列资产中属于金融资产的 有哪些 A选项 短期债券投资 那一看短期债券投资 这肯定是属于金融的 长期债券投资 金融的 只要和债相关的啊 全都是金融的 因为它不可能实现经营上的控制嘛 C短期股票投资 这个还是属于金融的 你如果是经营上的 应该是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这道题啊 应该是选ABC 好 再来看这道多选题 甲公司是制造业企业 采用管理用 曹宝宝分析 下列个项目当中 属于甲公司 金融负债的有什么 A应付利息 一旦看利息 这肯定是金融的 应付 这属于负债 所以这个是属于金融负债 分析购买设备 一看 我购买设备用于生产 这肯定是经营性质的 那肯定不选了 C应付鼓励 刚才咱们说 鼓励如果是有应收 有应付 如果是应收的话 那我就需要去看目的 现在是应付 就是我筹集资金 应付鼓励 筹集资金 这是和金融相关的 又是应付 这是属于金融负债 然后无息的应付票据 无息的应付票据 一般都是经营产生的 这就是我们日常交易习惯产生的 你说你和供应商 你和你客户之间 涉及到这种应收应付 还算利息吗 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是不算利息的 所以这些都是经营性质 所以这道题应该是选A和C 好这样呢 针对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和调整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其实针对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真是某个项目在考试当中出现 让你去进行划分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把整体思路先理清楚 针对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 我们要清楚它的含义 比如说经营营运资本 左边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左边三行第一行经营 营运资本 这是两个的差额 是经营性能够资产 减经营性能够负债 然后经营性长期资产 这是经营性长期资产减经营性长期负债 这俩加在一起是经营性资产 这是左边最终的结果 右边呢 你就记住右边是净负债 它就是用金融负债减去金融资产 下边是所有的权益左右相等 好 这样呢 我们针对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